川普政府在制定新规,对中共设定更多限制,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近期警告中共,美国有更多的子弹可用,将会采取更多行动,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都披露说,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共的新一次打击川普政府正在制定新规,对中共设定更多限制。 据美国新闻和政治网站The Daily Beast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在忙于制定新规,对中共施加限制也就是说,限制其接触到美国技术、数据和基础设施的能力。 这些新规也将推进一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有权审查中起,对使用和发明技术的美国公司的投资。 这些对中共的限制被囊括在川普8月份,签署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两个条款。 中第一个条款,扩大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RUS,但授权该机构负责审查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 过去几年,CFRUS对涉及中资的交易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并阻止了一些可以让中方获得关键技术。 或数据的交易政府数据显示,中国是每年向CFRUS提交投资通知,最多的国家超过了加拿大、英国和日本。 第二个条款是要求美国政府识别和控制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出口。 换句话就是加强出口管制台,政部和商务部正在忙于制定的新规,将明确指出这些条款,将会如何被实施从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发布起美国政府有18个月的时间来悬面执行这些条款。 而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在制定的新规,将会推动这一进程。 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虽然这些规定很可能将影响到更多国家,但其,却是为应对中共而制定的。 美国要解决保护新型技术问题,现任何前任的相关官员认为,这些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是美国政府需要解决,对发布新型技术如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和机器人技术的担忧。 美国一直担心这些高科技,会被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共盗窃或通过不法手段获得。 美国政府认为这些技术和基础设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artin Kruzampan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明确指明这些条款是针对中国共而制定,但从他们的资料解,西中可以明确看到这一点。 他们的很多新措施,都将会针对它。 中共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因为美国公司担心这新法规将会如何影响他们而美国政府将这视为保护。 国家安全必须要做的事情Kuzanberg说,美国商务部正在全国范围内,为私营企业举行研讨会讨论,如何实施有关出口管制的新规定。 加大对中共的限制是美国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The Daily Beast 报道,新措施是美国重塑与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战略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在过去几个月里,川普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中说, 通过中国制造2025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全世界90%的最先进的工业包括机器人、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 为了赢得21世纪经济的领导权,北京指导其工业官员和山界以任何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而美国政府正在制定的新规,将会应对这些威胁。 彭斯还说,中共正指导其企业以所有必要的方式获取美国知识产权。 在白宫6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川普总统认为中共盗窃知识产权的价值在2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 现任和前任官员们表示,推动加大对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控制和限制,符合美国政府,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 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战略虽然投资美国公司和进口商品,对中共来说已经变得更复杂。 但新措施将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不断增加的关税,以及对中共的新限制。 这些都可以看成是美国在执行美国优先战略。 最重要的举措川普6月曾在一次会议上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科学家及智慧其他国家的人想要窃取及复制这些技术。 我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国家。 我们的硅谷拥有最顶尖的人。 我们不想要中国、中共或其他国家来美国窃取知识产权或投资敏感技术。 我们的硅谷探肥吻有最高的角色。 给大家看看,直接走出一些極端的执行。 这是我们的硅谷拥有最高的远害。